请你看一下有关与专利权的问题 好看一下专利权 他说专利权它原始取得的成本 原始取得就是当作它的入账的金额 然后后面有第下一段 447页的第二段里面的后面有提到 如果他跟人家发生了所谓的法律诉讼的问题 就是打官司 他说如果赢的胜诉的人 他的诉讼费用要视为专利权成本的加项 然后根据接下来就依专利权的 剩余年限来摊销 这个会计处理是 不能说错了 这是之前美国会计准则是这样做的 但是我们现在国际会计准则 包含台湾的会计准则都已经明定了 当公司打官司胜诉 因为跟因为专利权 打官司胜诉 不管你是胜诉还是败诉 其实你只要打官司所发生的费用 都算是当期的费用 不管你是胜诉 不管你是胜诉还是败诉 我觉得他的逻辑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你打官司你胜诉了 你只是什么 让你这个专利权还存在 有因为你打官司 让你的专利权 这个资产的价值提升吗 没有 所以既然是这样 你就不能把它当作你的资产的增加 我觉得他的逻辑是很通的 因为你要视为资产 是因为你未来能够提供经济效益 你跟人家打官司 这个专利权如果原来已经判定给你五年 好你已经过了两年剩三年 你跟人家打官司你胜诉了 你还是只有三年的法律年限 剩下三年了 你有因为这样子而增加了你的使用年限 你的专利权的年限吗 法律年限吗 没有 所以这个论点之下 当你发生诉诉 所产生的支出 不管你是胜诉或者是败诉 都是视为费用 当然 如果你是败诉的话 不但你的诉讼支出要视为费用 你原来的专利权的账上金额 也要归零 因为不存在了嘛 你这个专利 你败诉的基本是你没有这个专利 你没有这个专利就没有这个资产 没有这个资产 你就必须把它冲销 好 所以如果你是败诉的话 你不但把诉讼支出视为费用 而且你要把原来账上还有的专利的成本 或账上的金额一并冲销 任列为损失 好 这是447也讲的 跟我之前在上课的时候讲的不一样 好 447也 那是美国之前或者台湾之前 这还没有引用国际会计准则之前 是这样没错 但是现在我们是什么 国际会计准则之下 去产生台湾的会计准则了 台湾的会计准则 跟国际会计准则是一样的 都把这个支出视为费用 再也不是当作 如果你胜数是你的专利权的资产增加 好 这是447也 好 同学有看到说怎么讲的跟 我上课讲的不一样的地方 我跟大家做一下说明 好 这是447也 好 这样清楚了吗 所以这是无形资产的问题 那我们来回过头来 所以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 非流动负债了 好我们说呢 我三年就要还100万 在我三年以后一次还100万 那这当中意思是什么 这当中我都没有付钱 好 在利率5%的情况 我可以拿到的现在的价值 这三年之后的100万 直现在多少 在利率5%的情况之下 是直现在863840 好 那我也可以问 现在的863840 在利率有效利率5%之下的三年之后 值多少钱 就是中值了 好 我现在在讲 我现在知道863840 这是限值 present value 我要问三年之后的 future value是多少 就是这里了 就是我这边的 我把这个p改掉 好 就是 863840 去乘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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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的三次方 好 那 这是它的中值 我要算它的什么 future value 那我们可以利用刚刚的table1 好 好 一样是在16 16 16 这个页码16 Table1 是不是future value 对不起 Table4 14 Table1 是在14 你去查一下 在利率5% 这个时候你要注意看 它的现在第零期是 好 这个三期呢 你可以看三期的时候是1.15763 所以你把863840去乘上1.15763 一百万零七块钱 那是因为四捨五路的关系啦 所以 是不是相当于它的中值就是什么 一百万 好 所以 这样看懂吗 我怎么从限值推到中值 我怎么从中值推到限值 都可以算 我只要知道 中值或限值其中一个 我只要知道它的利率是多少 我只要它的期数 我就可以算了 好 所以 我们从限值推到中值 或中值推到限值 我有四个参数 就是说 我有四个的数 那个数字 一个限值 一个中值 一个期数 一个什么 利率 所以这个数字里面 这四个数字里面 我不知道其中任何一个 我都可以推得出来 这样看懂吗 好 我这有四个数字 这四个数字里面 我知道其中任何 不知道其中任何一个 我都可以 只有三个 其他三个推出来 我不知道限值 但是我知道中值 我知道期数 三期 我知道利率是5% 我就可以推出限值 我知道限值 我知道期数 我知道利率 我不知道中值 也可以算出来 这样知道吗 那换言之 如果我知道限值 我知道中值 我不知道期数 我知道利率 我也可以推出奇数出来 这个都是可以互相推的 好 这是未来到你们的中快的时候 会去讲 会讲得更细节一点 这样听懂吗 好 这是限值中值 好 那我们刚刚因为取的例子是说 我现在呢 这个借 我现在跟银行借了 签了一张不复习的 票面上没有利率 没有票面利率 所以三年之后一次付100万 那我现在银行可以借我多少钱 或者是我现在可以借 我手上可以拿到多少钱 好 这是限值 知道中值 三年之后的中值 我知道期数 三年 我知道利率5% 所以我推出来限值 好 那我刚刚也举了一个例子 我知道限值 知道期数 知道利率 我也可以推出中值 好 那我们现在回过头来 我算完之后呢 很重要一件事情 我要做什么 我要去做我的会计记录 我要去做我的会计记录 好 然后 这个会计记录之后 后续 要怎么做 好 所以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例子 我现在借到 86万3840 那银行跟银行说好 三年之后 我还他一百万 所以我开了一张 票面金额是一百万的本票 好 所以呢 这时候第一年 好 假设是2016年 我今年年初借的 跟银行借了这笔钱 好 2016年的1月1号 我跟银行借这个钱 我的分落怎么写 我拿到现金 86万3840 我开了一张 nose payable 注明一下long term 或者是non-current 非流动负债 non-current liability 因为我的面额是写一百万 那这中间 借放只有86万多 代放也百万 所以我会产生一个什么 discount 应付票据折价 好 十三万六千一百六十 这样看到吗 所以刚开始 我借了钱 我拿到86万3840 我帐上就要寄 我只拿到这个金额 但是我开了一张票据一百万 票面一百万 是我写这样的金额 中间的差 我就承认我的应付票据折价 后面同学还在睡觉的 请帮他摇一下 好吗 还摇不太行吗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2016年1月1号 我借钱的时候 我做的分路 那2016年的年底 我借了这笔钱 不是要付利息 只是我还没付而已 好 所以 12月31号 我要承认我的利息费用 但是我刚刚已经讲了 这三年当中 我都没有付钱 我是到期三年后 一次还本金利息的 好 所以我承认利息费用 但是我没有付 我也不付 三年之后才 这个时候是两年之后才付的 所以是什么 intress 本来是intress payable 好 但是 重点来了 我们这边有个折价 这个折价的意思是什么 我现在借到这个金额 但是三年就要还这个金额 表示这个折价就是我的什么 三年当中的利息费用 所以 这张票据在2016年的1月1号 我的票面金额算100万 请问一下 我这个票面 这张票据的账面价值是多少 账面价值 就只有863840 因为我在编表的时候 这个非流动负债的100万 下面会减一个 因为它的借方就是减项 这个科目是跟在这个应付票据的下面 因为它跟它有关系 就像我们的资产 它后面会跟一个累计折旧 因为这个资产 因为时间的经过你的使用 会让这个资产的金额变少了 所以我们是成本去减掉 下面有一个借贷方的累计折旧 所以我的账面金额 会低于它的原始成本 好 这可以理解 所以这张票据 我有一个应付票据折价 那我编表的时候 编财物报表的时候 会把这个科目 冰在这个下面 这个科目的底下 因为跟它相似的 是相关的嘛 好 那原来负财在贷方 这个金额在借方 所以 它就写在下面是减哦 所以表示在2016年1月1号的时候 这张票据的 Bull Value 这个时候我们票据的时候 我们不讲Bull Value 我们叫做Carry Value 它的意思也跟账面金额是一样的 账面价值是一样的 所以这张票据的 在2016年1月1号这个时候的账面金额 是863,840 因为什么 100万减掉136,160 所以它的账面金额 或Carry Value Carry Value 就是863,840 大家看懂吗 好 那2016年12月3月1号 我要算一年的利息的时候 因为我们说了 这个就是什么 就是形同三年的利息嘛 所以呢 我不会去写Interest Payable 因为我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我的什么 利息的摊销 所以我这边先写什么 Discount of notes payable 好金额 接下来我要问你的是金额怎么算 金额怎么算 第一个我告诉你说 Discount of notes payable 是一个票据 这个是一个利息的概念 我三年之后要还100万 我现在只借到863,000多而已 这中间的差就是我三年的利息 然后借钱不付利息的 好 所以这个是我三年的利息 那经过了一年期末要调整 我要承认利息费用 我要编准一表 属于当年的收入费用 我都要一并把它承认进来 所以我承认利息费用 但是这个利息费用 我去冲效的是什么 这个科目 因为我说这个代表是三年的利息 好 那接下来就问你 这个科目 接下来2017年也是这样做 2018年也是一样 因为你借了钱都一定有三年 借了三年三年就会有利息 好 请问一下我的利息费用怎么算 我说了会计呢 从我们的账务处理之后 从我们应该是上学期的期中考之后 都在讲后面的金额怎么算 请问一下后面的金额怎么算 我们前面是不是讲 你的期末调整 我们再回忆一下 我刚刚是不是讲说 当时候有讲 表面利率是5%的时候 我是什么 表面金额乘上表面利率 乘上期间你借了多少 继续期间 对不对 那这个例子也是一样啊 也是一样的概念啊 我现在只借到 我借只借到86万3840 就我借钱的本金啊 我只借这个金额 是不是讲好利率是5% 所以呢 我第一年算的利息呢 就是这个金额乘上5%来的 好 所以是863840乘上点05 所以是嘛 43192 所以16年的损益表里面 假设我只有这笔借钱而已 我的利息费用就承认这个金额 这样看懂吗 这样看懂吗 好 重点来了 2017年呢 这是2016年的年底 2017年呢 2017年的12月31号 一样 一样我要承认利息费用 一样去摊销我的应付票据折价 科目不变哦 但是我的利息费用怎么算呢 请问一下2016年底 做了这个利息费用摊销之后 我这个应付票据的账面价值是多少 上面这样子是多少 我们这边是不是写 好 我写这边好了 请大家就看一下好了 要不然给三面的那个白板 我都只有写其中两面也会太可惜了 其中的一面太可惜了 所以呢 我们看一下 这是我的 资产负债表 我的非流动负债 我有个nose payable 好 我写2016年的一开始 2016年的12月31号 2017年的12月31号 一开始我是借100万 好 票面金额都是100万 没变 我就先把它写出来 2011 2016年的1月1号 我的应付票据折价 写 写 写下来一点 写错 写错 写错栏位了 好 这是non-current liability 好 然后呢 有个nose payable 然后我有个discount 然后这边一开始 是不是18 13 136 160 所以我这边是863840 这是1月1号 我是不是想说 当我签了这张票据 做了这个分录 这张票据 在2016年1月1号的价值 上面金额就是863千多 好 那2016年的12月31号 我摊销了一次 43192 好 1368 4 136 160 所以我现在剩下92 92968 所以2016年12月31号 当我摊销了一次应付票据折价之后 我的应付票据折价的金额只剩下96 92 968 所以我的账面金额是剩下907032 换言之 到了2016年的年底 我欠的钱 从原来的863840 增加为907032 对吧 因为你承认利息你有付钱吗 没有 利息是不是管到 利息是不是滚到本金里面了 我们从他的报表上面来讲 我的应付票据减少了 应付票据折价减少了 所以应付票据的账面金额就会增加了 对吧 好 所以2017年我的利息费用怎么算 这是我借款的本金变成是这样 这是我借款的本金啊 这样看懂吗 这样看懂吗 我现在借的欠的不是86万3千多 而是90万7千多 因为我有一年的利息没有付 所以利息没付 要滚到本金里面去算利息 所以它是一个付利 好你要单利是我每个月每一次付利息 每一次承认利息没有什么时候我就把利息 现金就付了 我就把利息付了 那就是单利 那现在不是啊 我没有付 是三年到期一次本金利息一次还100万 所以这个就是我第二年开始 2017年算利息的时候 我的本金是907032 所以这个金额乘上点零五 百分之五 所以是承认45351 好 所以2017年我的利息费用是45351 好 本来应该425度 4352啦 因为点6 好吧 我把它先425度好了 后面可能会有 1.5倍速差 好 所以这是2017年我所承认的利息费用 那我承认了利息费用之后 我的应付票据的carry value 会变成是多少 原来的92 968 因为还了一次 已经通销了一次 45352之后 我的原来的92 968 就只剩下47616 所以呢 2017年年底 我这张应付票据 我这个债务的账面价值 就调整为952384 这是2017年我承认的利息费用 摊销了我的折价之后 应付票据折价之后的 这个负债的账面价值 这个账面价值的目击在哪里 要算2018年的利息费用 好 所以2018年我的利息费用 好 理论上 会差3块钱 理论上呢 我这样算出来是47619 但是我现在只剩下47616 所以尾数差 所以2018年 我承认利息费用 47616 应付票据折价 冲销47616 所以2018年 还没有还本金之前 2018年的12月31号 还没有还本金之前 我已经摊销完了 所以我这边增加100万 所以2019年1月1号 因为3年后到期 因为2016年1月1号借的嘛 3年就2019年的1月1号 所以2019年的1月1号 好 2019年的1月1号 我就要还本金了 所以借 no spillable noncurrent liability 100万 贷现金100万 就还掉了 这样看懂吗 这样看懂吗 好 我的应付票据折价 这个科目 会因为时间的经过 越来越少 摊销的目的 就要让我 这张票据到期的时候 应付票据折价为零 到期 2019年的1月1号 就到期了 2018年的12月31号 一年的利息摊销完 我的应付票据折价就变零 这张票据的账面金额就等于它的面值100万 所以到时候我就还掉1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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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负债就结束了 这样看懂吗 这样看懂吗 好 这是一个不复习票据 他的会计处理的整个过程 从我借到钱到我还钱 这当中我的会计记录 借钱没有不复利息的 虽然告诉你票面上是不复习票 但是你只要时间长 没有那个道理 借钱是可以不用付成本的 不可能你借100万 到时候还100万 这中间你都不用付任何的利息 不可能 好 那除非告诉你说 我现在借到100万 我到时候有还你100万 那这当中呢 我每一年付你的话利息 这一定是会产生利息费用 那不一样喔 我现在是说 我看了一张票据三年期 三年之后还100万 票面上没有付利率 票面没有利率就没有利率 就意思是说 这张就一个不复习票 但是不复习票 表示什么 表示你不可能没有利息 换言之三年之后的100万 你现在已经借不到 拿不到现金100万 因为他先把利息扣掉 先把三年当中 你要付的利息先扣掉 所以你只会借到86万多而已 这样看懂吗 这就是一个 非流动负债 会发生的交易形态的最典型 好 这样看懂吗 好 所以不会 票面没有利率 不代表你可以不用付利息喔 好 那是利息不是把它呈现在票据上面的 但是你一定有负担这个利息存在 好 这是时间价值 好 那先托 因为我们这个在讲长期负贷的时候 一定会谈这个利率时间价值的问题 因为你一定没有什么 到时这个借多少到 这当中都不用付利息 那到时候就还一笔钱 同样的你借多少就还多少 不可能是这样的 好 因为我一再强调 朋友之间借待那另当别论 我们现在是在商延商公司跟公司之间的交易 他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有利率存 一定有利息存在的 好 这是先举一个这样的例子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课本上面讲的 长期负债 跟我们现在讲的有点像 只是我们刚刚讲的是不负习 票据上面没有负利率 那我们现在讲另外一种 情它也是非流动负债 它是有负利率的 但是这个利率如果跟市场利率不一样的时候 那就会什么 就会有不一样的情形发生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这个地方还没有问题 也没有问题 所以这个地方呢 其实我要请你记得 这个摊销表非常重要 在我们的会计 或者在做财务的人 这个摊销表你一定要会算 好 一定要会编 好 那我们的摊销表呢 请你记得怎么写 好 我们拿这个例子来讲 我的期间 期数 日期 哪一天 好 然后呢 我承认 应该是说 我承认的利息费用 好 那因为我的利息费用就是我要摊销的金额 好 我也摊销金额 Carrie value Carrie value Carrie value就是我的什么 账面价值 负债用的账面价值 习惯就用Carrie value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一共有三期 1 2 3 一开始借的是 我的Carrie value是863840 我的利率是5% 所以第一次承认的利息费用 43192 摊销金额也是43192 好 我原来一开始未摊销的金额是136 160 第一次摊销完之后 剩下92968 好 所以我的账面金额是907032 好 第二年我承认的利息是5352 未摊销的金额剩下47616 照面金额是952384 第三年我承认的利息费用47616 摊销也是47616 摊销完之后 未摊销金额是0 我的Carrie value100万 就是我的面值 这就是我的摊销表 好 这是我的摊销表 那我刚刚只是先把编表的 就是我财务报表写的 写给大家看一下 那基本上你要写那个报表之前 其实这个摊销表先形成 好先写这个摊销表 那你就可以知道那个报表怎么写 好 大家看懂吗 好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谈就是课本上面的 课本上面讲的跟我这个很接近 只是我一开始告诉你说 表面是没有利率的 但是课本上面要举的这个例子 它有表面利率 但是表面利率跟市场利率不一样 表面利率跟市场利率不一样 表面利率跟市场利率不一样 好 这个我刚刚已经讲过市场利率是怎么决定出来的 无风险利率 通货膨胀率 以及再上风险贴税 那影响最大是风险贴税 好 那我们来讲市场的评估的利率 所以如果跟我发行这个债券 好 公司要借钱 好 诶 我想 诶是日月光吗 日月光好像为了要并这个 要并细品的时候 他有讲说 他的资金来源 有一部分是会发行债券 公司债 好 那所以公司债呢 是公司要筹措资金来源的一个方式 一个公司需要钱 他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股东投资 我们会在第12章 第11章讲 另外一种就是借钱 那你借的钱 原则上 你一定借的钱是比较长期的 好 所以你借钱 也是一个资金来源的方式 那借钱呢 好 我们来谈一下两种 那我们那个发行股票 我们留到第11章再来讲 我们借钱 那我们借钱有几种形态方式 我跟银行借 另外一种 我是跟一般的投资大众借 我刚刚举的这个例子 我是跟银行借 我的债权人就一个 当然你要跟一家银行借 你记得吗 你记得吗 高铁 台湾高铁在新建的时候 还有跟银行团 这银行团好像有将近十家吧 那谁是召集人 或者是谁是同呢 赵丰金 赵丰金扣是这个银行团的召集人 也就是说他是一个这个银行团的一个主席之类的概念 好 那因为他要借的钱很多 所以没有一家银行可以单独吃下来的 就单独可以借给他的 因为根据台湾的银行法 你对于单一的债务人的借款 不能超过你的禁止多少比例 他有规定 所以他要借三千多亿吧 我记得高铁好像三千多亿五千多亿 所以呢 他要借这么多钱 没有一家银行可以单独 在银行法之下说他可以单独借给他 那单独借可能也风险太高了等等 总而言之 他就形成一个银行团 那不管银行团多少家 你还是什么 家数少啊 就算10家好了 好 那另外一种 所以我们把它想成说 你一个是跟银行 单一的对象银行 那另外一种呢 是跟投资大众去借钱 就发行债卷 台湾也有公司债 好 你可以看如果你有留意一下台湾的交易市场的话 你如果什么台积电有没有我不知道 我记得以前我看过联电 他如果联电1 联电2 他好像这个就是他的发行的公司债 如果联电甲联电乙 这种他就好像是他的特别股 好 总而言之 就说一家公司 他如果决定用债券 就是借钱的方式来取得他的资金 他借钱的方式就有两种 一种是对单一的债权人借 另外一种是跟社会大众 跟很多的投资人借钱 好 那我们刚刚举这个例子 他可能是对单一的银行借钱的 好 或单一个债权人 那我们现在课本上举的是 他发行的是债券 我们叫做公司债 他发行公司债 如果政府发行债券 跟那个国人借钱的话 我们叫做政府债券 或叫公债 好 那英文叫做treasure bond 国库券 好 只是不同名称而已 台湾叫做公债 好 又叫政府公债 好 那美国叫做国库券 好 一样的意思都是发行债务来跟 债券来跟投资人借钱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这个发行债券 跟人家投资 跟一般的投资 这个 一般的投资人借钱的话 他有什么样的好处 因为课本上 我先按照课本来写 这样 第一个 你可以看一下 我发行债券的方式在488页 好 488页 好 他的债券的形态 有单保跟无单保 记名跟不记名 分期跟到期一次还本 好 有几种形态 好 18页 好 先谈到的单保 就是我们的所谓的secured bonds 就是有单保品的债券 有单保品跟无单保品的债券 差会差在哪里 好 我今天带了好多本笔记本出来 我就不想再带回去了 好 随便简可以讲一下 有单保品的债券 跟无单保品的债券 差在哪里 他的差异性在哪里 一个有单保有无单保 最主要的原因会这样 我说表面上说一个有单保 一个无单保 那为什么要提供单保 风险比较高 谁的风险比较高 有单保品的风险比较高 有单保品的风险比较高 同一家公司 他有提供单保一个没提供单保 会差在哪里 信用贷款跟房屋贷款 哪一个利率会比较高 信用贷款 没有单保品的叫信用贷款 我拿个人的信用 没有提供任何的单保品 好 这叫信用贷款 单保就是有个东西让你抵押类似 我如果还不了钱 你就把这个单保品拿去卖 你就可以收回你的债权 这个叫单保 单保品 如果我拿人当单保 你当保证人 我还不了钱 他可以还 好 这个就有另外一个单保 所以对于债权人来讲 他是不是多一层保障 主债务人会不会有钱 没关系 还有保证人 所以对于债权人来讲 他收不回来钱的风险 是不是因为有单保 而比较低了 好 比较低的结果会是什么 债权人比较没有风险 所以他比较没有风险 所以他要求债务人的 利率就会比较低 风险跟报酬成正比 你要永远记得 风险低 你就要求 你能要求的报酬就低 你不能要要求没有风险 要要求高报酬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所以请你要千万要记得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你要求高报酬 你就要承担高风险 好 所以我有单保品 跟没有单保品 会差在哪里呢 对于债务人来讲 他就可以 他的好处是什么 我可以负担 我可以承担的利率比较低 我有单保品 我的利率就比较低 所以你要记得 信用贷款的利率是一定很高的 房屋贷款的利率 会相较之下低很多 拿现在来讲 大概2%而已 你不用特别身份 好就一般的 你只要是房屋贷款 大概2到2.5 最多3吧 但是如果你是信用贷款 你想信用贷款是指什么 最简单的 如果 哎 有谁有信用卡 你信用卡 如果你没有每一期按照你刷卡的金额去缴纳的话 比如说他都会 假设我今天刷了5000块 他已经有最低缴纳的是1000块 这是政府的规定 最低就缴1000块 所以我今天如果只缴最低的1000块 我就4000块是跟银行借的 那银行借信用卡的卡债 因为你当时去申请信用卡的时候 你没有提供任何单保品啊 所以对银行来讲 这绝对是信用贷款 那信用贷款 早在3年前啊 利率是18% 目前呢 大家就讲这不合理 所以呢 有调整到15% 好像最近 不是前阵子听到那个 是合库吗 反正是省属行库 他信用贷款的利率是调的最低 低于10% 好像9点多 那像花旗啦 或者是其他的外商银行 好像有的还有15 还有12的 好像我知道 省属行库上有一家是最低9点多 9点多跟你的房屋贷款 也高很多 宏属贷款 一般来讲 现在大概2.5到3左右 你9点多接过他的三倍啦 所以还是很高的 所以信用贷款 千万不要随便接 好 因为你光滑那个利息 就很可怕 那当然 你更不要跟地下钱庄借钱 那根本更可怕是你借钱的好几倍 好 不是几%而已 好几倍 好 所以呢这个是担保跟无担保 那再来谈 他的债券的形态呢 有记名跟不记名 记名跟不记名的好处在哪里 有记名的话我就知道利息给谁 好 你买了我的债券 你有登记你的名字 你的银行账户 我债券就是要什么 你买单买债券的人就是要赚利息嘛 你希望能获得利息 所以 发行公司呢 要付利息的时候 根据记名 记载的资料去付利息就好了 那如果是不记名的呢 那我还是要付利息啊 债券有个特性 不管公司有没有钱 有没有赚钱 有没有现金 他都要付利息 债券你跟借钱 你跟人家借钱啊 你心里要有个准备 无论如何 你一定要按照合约去进行 什么时间该付利息 付多少利息 你都要照做 你都要照办 所以我说 不是我有赚钱 我在付利息 不是我有现金 在付利息 不是啊 债券是指定的时间 支付一定的利息 一定的时间支付一定的利息 这是债券 你跟人家借钱的本 这个特性 他就一定有这样的条件 好 所以呢 这个 如果不记名的话呢 那我要告 要付利息的时候 要付给谁呢 一般来讲 那个债券 他就有设计 付息票券 可能他就会上面 这张债券下面有格 一小格 但我不晓得长什么样子 他就会有一个 就是某年某月某一天 要付利息 然后一定会指定 是跟哪家银行 他一定会指定的 好 因为那家发行公司 已经把他要付利息的钱 就放在某一家银行 那你就是根据这个席券 席票呢 去那家银行领利息 这叫不记名债券 记名跟不记名 就影响的是什么 你的付息的方式而已 好 就是一个 就是已经根据 你记载的 这个债权人名册 直接付利息 另外一个就是什么 根据你的席票 去付利息 那第三种呢 是分期或到一次 好 所谓的分期还本 跟一次到期还本 就像我刚刚讲说 三年之后还一百万 好 我这个债券 发行三千万 好 五年之后一次还三千万 就叫一次还本 公私债 那另外呢 我可以呢 分期还本 也就是我现在发行 好 那我可以发行呢 这个债券呢 最长是五年 所以我可以 我三千万里面 我分六期 好 每一次还五百万 好 所以 这个2016年的1月1号 发行之后 2018年的1月1号 我这个还一次五百万 五百万 所以我一次一次 第一次发行三千万 但是每一个债券的到期日 没有完全相同 这个叫做分期还本公私债 好 分期还本公私债 会流到中快债数 好 我们现在会讲的是 一次还本公私债 好 然后呢 你的是有单薄品 无单薄品 也不在 不影响我们的这个会计处理 只是会影响的是利率 所以利率就是影响我们成人的利息费用 好 然后呢 有计名跟不计名 也不会影响我们的会计记录 好 所以会影响我们的会计记录的 大概就是我们的一次还本 跟分期还本 好 那 课本上还举一种 这种 那个 公私债 他具有转换的权利 我现在是个债券喔 然后呢 我给予债权人 有转换为公私 普通股的权利 叫可转换公私债 convertible bonds 为什么有转换 转换的 对于公私来讲 有什么样的影响 你给债权人 有转换为公私 公私股票 普通股的权利 对公私来讲 对发行公私来讲 有什么好处 有什么好处 就发行当下有什么好处 我给债权人 有转换公私债 为普通股的权利 对发行公私而言 有什么好处 我给你这个权利 公私债的特性是什么 我就一定指 我就固定的时间 收固定的利息 未来如果市场利率 比如说好了 现在市场利率很低 对不对 2% 所以我现在公私在发行 也是2% 未来市场利率5%了 对不起 我这个债券 因为票面利率就5% 我还是只能收到2%的利息 或者是 现在2% 未来因为负利率 好 我这2%呢 到时候如果负利率 假设没有利率好了 零利率就好了 公私借钱都不用钱 因为我原来的票面 发行是2% 所以公私是要负2%的利息 所以 票面的利率 不会因为时间的改变 而有不同 因为上面就写白子写字了 所以它不能改变 好 所以当公私如果发行 所以如果公私是很赚钱的 对不起 我还是只能收到这个利率而已 收到这个利息而已 所以如果公私很赚钱 公私很赚钱 公私赚钱 公私赚钱是归谁享有 股东 不是债权人 债权人 只能收到固定的利息而已 所以公私如果很赚钱的话 非到谁 非到股东 而且是普通股东 特别股东 我们未来会讲 特别股东 它的特性是什么 所以普通股东 可能会拿到比较多的股利 好 所以呢 如果我跟债权人讲说 你未来是有可以 你觉得拿到这样一点点的利息 不过瘾 好 你想要把它变成普通股东 如果为了公私赚钱 普通股东可以拿到很多的股利 你可以转换 你可以有这样的权利 所以我发行这个歌 叫做可转换公私债 那我发行公私给 投资人或债权人这样的权利 对公私来讲有什么好处 好 这个85块的笔记本 赶快 赶快 没什么诱因吗 还不错啦 格子也不会很小 里面的图案也还蛮可爱的 好 好 心仪 可以抵税 利息费用可以抵税 没错 但是我刚提到这个 不是可以抵税的问题 因为你本来就是要付利息啊 你给他这样的权利 你对发行公私来讲 我给债权人这样的权利 对发行公私有什么好处 帮我揣一下 谢谢 好 有什么好处 利息费用本来就可以抵税了 就跟我们刚刚的报酬点像哦 我给你那么多的权利 给你那么多的好处 你呢要求的利率就会低一点吧 对不对 我给你这么多的选择嘛 我给你这么多的优点 给你那么多的一个转换的权利 给你有变成是普通股 想有比较高的股利的权利 所以表示什么 我给你很多的好处 那你总要回馈我一些吧 这世界是公平的 好 所以我给你什么 你就要回馈我什么 那债权人能够回馈他什么 就是利率低一点 所以当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的时候 当然 这个公司债的票面利率 可能就会什么 比较低一些了 所以他的好处是什么 利率会比较低 好 这是可转换公司债的优点 好 那所以呢 可转换公司债他的整个 你可能要去换 他可以分成好几个 你的转换权跟你公司债的发行价格 这也是在中换外贷去提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呢 这个 还有一个赎回 coable coable bonds 或叫做可赎回 或叫卖回 也就是说 债权人可以要求公司买回 好 这个权利呢 发动这个权利是在 投资人的手上 债权人手上 还是发行公司的手上 不一样哦 这个可赎回 或叫可卖回 可卖回 好像是指 投资人 债权人可以要求公司买回去 叫可卖回 可赎回 这个名词就好像是公司可以主动 这个债券还没到期 我可以主动要求 你要我要把你赎回来 你不可以说不 好 所以他的条件上面 会有这样的 可卖回 或可赎回的公司债 这个都会在中块里头 再去谈 这个卖回权的价值 怎么认定 好 这个是我们到中块里头 会去讲的 所以我们的公司债的种类很多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一般来讲 公司债 它会有哪些的 那个 这张公司债 就有点像我们的票据一样 它上面有哪些必要记载事项 请你看一下489页 是不是画了一个图 10之8 好 这是公司债的certificate 就是公司债的证明单 或者是应该公司债的一张 就是公司债的一个书面资料 所以第一个呢 他一定有什么 谁发行的 这个公司债的发行者是谁 好 这是International Miner and Chemical Corporation 这家是一个什么 国际 什么 什么 什么化学的公司 好 这是发行者 然后这张债券的到期日 maturity date 请你看一下 就是发行者的下面 是2020年的5月1号 好 再来看一下呢 他的票面金额是5000 5000块 好单张 他一共发行者可以看他几张 5000块 这张债券的公司 这张公司债的账面 账面金 票面金额是5000块 然后这个利率呢 好就是6.875% 好就是他的票面利率 他没有写谁是买这张债券的 所以他是一张 很有可能 他是一张不记名的公司债 好 记名公司债他下面就会写 是谁买的 或者是 所有权人是谁 那因为公司债 这个公司债的重点 他还要能够流通 所以流通是我可以买卖 我不是买了以后 我只能领利息 然后或者是他来输 或者是我卖回 或者到期还本 不是 这当中我可以买卖 那所以通常他就会比较倾向于是不记名的 会比较方便去流通 好 这是公司在上面必要记载事项 一定什么 发行者到期日票面利率以及票面金额 好 那 所以可以看一下呢 这个 比如说他最近讲了这家公司 在Electration十之九 好 他的到期日是2017年的2月15号 好 然后呢 他那天呢 他的殖利率是5.747 好 5.747 就是他的 那个殖利率 然后那天呢 另外呢 他的Close Price 就是因为他的 这个时候的面值 应该是什么 他的市价 好 应该说他的市价是96.595 意思是百分比 票面金额的96.595百分比 然后呢 他发行多少数量呢 33,900 好 不只33,000 他是千元为单位 所以3396 3396 96万5000张 好 这是Electration十之九 这一家公司 好 波音嘛 波音公司 他的那个 债券编号 是5.125 这个嘛 好 所以这是一张公司 这个他举例 好 这是波音公司的一个债券 好 那我们先看到这里 就是我们的公司债 会长什么样子 然后他有票面利率 但是市场来了 他的Year 就是值利率不一样 票面利率 就是我们看 489页上面所写的 但是呢 这个票面利率可能 不是等于值利率 这个Year Rate 就是有点像我们的 市场有效利率的意思 好 我们下个礼拜 再讲 这个市场有效利率 是怎么 如果有这个市场利率 跟票面利率 不一样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处理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就小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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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